片子啊 就是他有做出他18歲的照片 我17 8歲是這一張 工具專刊上面也是 啊對對對 十大槍劫 我們就出出去 所以那時候你有自己的理想性嗎 就像你這個Style這樣 對啊 哈哈哈哈 這是黑肉 你是 白雲哥現在MeToo運動燒成這樣 你真的要確定 中式將推出全新戀愛使勁節目 戀愛上線中 主持人白雲先前進棚拍攝定妝照 接受中式新網專訪時 聊到自己的理想型 還數度曝光18歲輕射照 沒想到卻當場被梁赫群嗆說 我覺得比較像通緝版 哇 我的感情寬 要回溯到應該是26年前了嘛 之前小王哥他有說出 他18歲的照片 那你有18歲的照片嗎 有啊 欸 我有18歲照片 你以為我一生下來就50歲 我17 8歲是這一張 工具專刊上面也是 對對對 十大槍擊 我們就出出去 瞎講 這個就是20歲 25歲 這個就是當時情定被按的時候 哈哈哈哈 我們去找個咖啡廳 好好聚聚嘛 蛤 白雲哥當時這個外型 在那個年代是受歡迎的 歡迎 而且你看我當時我也不會太瘦 那個時候呢 老實講 就真的有MeToo那種感覺了 是人家來跟我哈拉的 我在25歲那時候其實就聊天 有時候就蠻幽默的 那時候女孩子很喜歡那種 幽默的男生 因為那是非常加分 那其實我們的樣子 也不會差到哪裡 算是 還是人模人樣啦 是這樣啦 算是個人啦 所以那時候你有自己的理想型嗎 我的理想型啊 就像你這個style這樣 就是這樣 沒有 欸 欸 這是黑肉一些 瘦瘦 但是隨著年紀的這樣 我就慢慢會喜歡 有肉感的女生 風雲 這交往長度有很久嗎 你說長度 你在講什麼 但是你講得我很舒服 又沒事 很舒服 那時候啊 其實 我的女性友人 有很多個啦 但是真正的 比如說這兩個 當時是有一個跟我交往了快三年多 那另外一個是真的三個月就沒有了 因為真的太瘦了 太高了 這一點都還好 但是有時候 每一個人又每一個人 他的觀點 然後我就覺得 合得來就在一起 那合不來就不要 我之前的女朋友是 我到哪裡 他會有很多意見 而身為清場老司機的白雲 也透露自己成輩女生 要過十萬元包包 他強調目前處於單身狀態 很享受一個人 想去哪就去哪 完全沒有再歡的念頭 這女生我們講 講粗俗一點 你不要上班啊 一個月多少給你就好了嘛 OK嘛 你也把她當上班嘛 對不對 OK嘛 對不對 我也很想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但是我現在的阿姨是85歲 哈哈哈哈 現在的女生沒有像以前的女生 哼 我愛過 我愛顧你整個機會 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跟你在一起 我要不只養你 我要養你們全家人 你的哥哥弟弟姆 我說幹嘛啊 我公益團體啊 我幹嘛 後來我們吃飯什麼都很開心喔 後來他忽然 他的訊息傳給你說 我去看那個包包 我很喜歡那個包包 我說 要包包 我這邊很多 我就傳那個照片 我們台灣不是以前有那種 彩虹線條的那種 很像 咖雞啊那種有沒有 我傳給他 菜市場那個媽媽在用 那個阿嬤在用那個 他後來說那個包包 一個要10萬塊 他說你買給我 我連理都不想理他了 你真的表現 他有服務很好的話 我跟你講 我們 我們身為一個社會 精英分子 我們懂得理數 我們會處理嘛 但是從你開口出來 就不對了 我這幾年 一直都很保持的單身 是因為我真的碰過這些人 還有一點 我很怕的 我是公眾人 我跟你的火熱度 還沒有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不會把你公布 因為我公布之後呢 人家很多人家說見光師 因為如果你跟劉德華 你就趕快公布 因為那是一種驕傲 那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你忽然被你朋友知道 那是一種 丟臉 這樣反正你都好像在婚嗎 在婚是不可能 但是老來辦是要 我同學爸爸80幾歲 他兒子就跟我很好 那也是單身 然後他就該跟我聊這一塊 你還是要找一個 我說爸爸我知道 當然我們要找 但是我不要找一個來 我原本可以 活到你現在80幾歲 結果找一個來 我不到70歲我就掛了 我被他煩死了 如果一個來 可以跟我合的 欸我們可以手牽手 然後去遊山玩水啊 或開開心心啊 有一樣的共同事啊 不是很好 那如果我現在要強求 一定強求的姻緣不會圓嗎 我怕再婚就在我斷氣之前 他跟我分手 我要撥很多錢給他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對女生 如果可以在一起 可以合得來 我們就多聊一點 合不來的話 其實你轉頭 不要再回頭 我都覺得剛好而已啊 彼此不要再浪費彼此時間 因為你我的時間都不多了 沒有 我沒有辦法再去跟你談戀愛啊 慢慢的培養 欸你就是這樣 你要怎麼樣 我沒有用 你不行就是打掉 大家好 我是白雲 每週日晚上十點 戀愛上線中 Online